电影娱乐,娱力简优,大家好我是小悠,今天继续带来国产漫画《雪色泡泡》,自从有记忆以来,小美的身边就围绕着一群泡泡,泡泡一直漂浮在她左右,她们非常坚韧,从未破灭过,这也把她和外界的事物都隔绝开来。 当她触碰身边的东西时,那群泡泡也会变成一层薄薄的膜,在她和事物之间竖起一道屏障,于是小美很少出门,也没有多少朋友,然而这一天她却认识了一个名叫舒环的男孩,男孩的网球险些砸到了小美,而那些泡泡作为屏障,完美地保护了小美。 男孩立马跑过来问小美有没有事,还夸赞小美身边的泡泡很漂亮,她以为这是小美自己吹出来的,面对她的询问,小美也不知道怎么回答,只是这个午后,两个人的心都在燥热着,回到家后的小美难以掩饰自己的开心。 父亲察觉到了她的异样,小美却问起父亲相不相信一见钟情,听到小美说的话,父亲突然瞳孔放大,满脸都是不可置信的表情,她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,却还是强压下心中的震惊,不让小美看出异样。 小美跟父亲说起自己和舒环相遇的情景,在她手无足蹈的说话时,围在她身边的泡泡好像都变成了粉红色,父亲的一颗心却慢慢地沉了下去, 时间来到两个月后,小美和舒环渐渐熟悉,两人开始正式约会,然而在听到女儿出门的声音时,父亲的菜刀却搁上了自己的手,她的心越来越烂,和她什么也做不了。 小美坐在舒环的车后座,他们身边的泡泡随风飘着,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,他们从夕阳下一起走到了月光前,和舒环在一起的每一刻,小美都感到很开心,两人在夜市里玩得不应乐乎, 无论是在套圈的时候,还是在抓鱼的时候,那群泡泡都不曾离开,随后两人就一起吃烧烤,小美拿着烧烤棍的手上升起了一层薄膜,使泡泡变化了形态,在她和烧烤棍之间隔开了一个小空间,她不能吃外面的东西,只能把食物递给了舒环。 两人坐在路边看月亮的时候,舒环还是提出了心中的疑问,她不排斥小美的这种特别,但她还是因为这些泡泡感到好奇,可就连小美也不知道这些泡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,只知道自己有记忆以来,身边就有这些泡泡。 舒环发现这些泡泡好像一直在保护小美,小美说反正泡泡会在她周围,不让她触碰空气以外的任何东西,她的脚底和鞋子之间有一层薄薄的膜,衣服和身体触碰的地方也是,就连她坐下来的时候也有一层薄膜拖着她,两人越聊越起劲,慢慢的朝鼻子靠近,可就当他们要触碰对方的那一刻,一个泡泡却隔在了他们之间,让他们俩永远有着不近不远的距离。 难道自己和舒环永远无法触碰彼此呢吗?回到家的小美心事重重,她想要父亲帮自己清除泡泡,可一听到她这么说,父亲的态度就变得极为严厉。 小美隐约察觉到父亲好像知道泡泡的秘密,可无论她怎么问都得不到真相。 小美越来越讨厌身边的泡泡,和父亲大吵一架后,她就回到了房间,对于别人来说如此简单的触碰,在小美这里却异常艰难。 她想要泡泡离开自己,于是她去搜索了泡泡的成分,发现了一种可以消除泡沫的药剂。 虽然身边的泡泡一直在保护着自己,但这一刻小美选择了幸福,于是在找到那瓶药剂后,她对准了身边的泡泡。 当她按下药剂的那一刻,一个泡泡瞬间就破碎了,没想到这个药剂竟然真的有用。 小美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开心,无数泡泡在空中炸开,变成了一朵朵气泡烟花。 小美兴奋地跑出了家,她要找到舒桓,要在此刻去触碰自己最爱的人。 然而她前脚刚走,父亲就来到了她的房间。 当父亲看到泡泡破碎的那一刻,她的心仿佛也跟着碎了。 她立马冲冲了房门,可小美却跑得越来越快。 没有了泡泡的束缚,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 她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触感,所以她的步子也越来越轻快。 身后的泡泡在不断炸开,直到消失不见。 舒桓刚从球场出来,两人一见面,小美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。 可当她第一次触碰到舒桓体温的那一刻,她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重。 下一秒,笑容凝结在她脸上,慢慢地,小美就像一个泡泡一般,变成了碎裂的泡沫。 最后被吹散在风中,一切发生得太快,让人来不及反应。 父亲还没有见到小美的最后一面,小美就这样消失了。 她恕不可遏地冲上去,开始殴打舒桓,因为小美是为了舒桓才消除了那些保护泡泡。 然后父亲悲痛地哭了起来,并讲述了一段往事。 原来她根本不是小美的爸爸,而是小美的未婚夫。 很多年以前,她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,然而一场意外却带走了小美。 男人悲痛不已,她发誓一定要用自己所学的生物学救活小美。 她年复一年的做着实验,头发也在数十年的光阴中慢慢苍白。 终于,她通过生物薄膜技术复活了小美,可小美却宛如新生,不仅没有了记忆,就连身体也停留在当初。 面对比自己小这么多的爱人,男人没办法把真相告诉她,于是只能说自己是她的父亲。 但现在的小美就是一个易碎的泡泡,所以她又造出了另一种坚韧的泡泡来保护小美。 然而比起被保护,小美最终选择了勇敢的去爱。 说到这里,男人眼中满是伤感。 接着,她拿出了一支注射剂,并朝自己扎了一针。 下一秒,男人就变成了一个泡沫,永远随她爱人去了。 故事到这儿,也就结束了。 电影云乐,云里解忧,下次再见。